这几天全台都飙高温,重暑案例大幅的增加 由于日寒也飙高温,并且造成多人死亡 新入县市卫生局都提醒民众 一定要小心重暑带来的伤害 新入县市卫生局代理局长杨清妹指出 热伤害是人体无法调节高温所产生的急性疾病 症状包括重暑、热晕绝、热筋卵、缺水性重暑衰竭 缘分缺乏导致的中热衰竭、暂时性热疲劳、热水肿等等 而热伤害的高危险族群 包括婴幼儿、65岁以上的长者、慢性病患、服用药物者、户外工作者 运动员或密闭空间工作者、过重以及肥胖者 这些族群都应该避免烈日曝晒 杨清妹也提醒民众应该牢记预防热伤害的三药诀五步骤 三药诀是保持凉爽、补充水分、提高警觉 五步骤则是阴凉、脱衣、散热、喝水、送衣急救 民众在炎炎夏日外出一定要准备遮阳伞、宽边帽、太阳眼镜 凉爽透气的衣物、防晒乳与水瓶 而且在口渴之前就应该随时的补充水分 尽量养成每天补充至少2000cc开水的好习惯 中广记者彭欣人在虚拟报道